三寨探案16 釋酬謀殺罪成 家屬大罵法庭 2003年11月26日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 判處被告終身監禁之後 基於保安理由 罕有感將如下程序 轉到內庭處理 主任官還召來警員 護送許和助手離開法庭 引領法庭騷動的是20歲的黃漢心 他被控在2002年1月5日 在屯門青山公路385號 家喜利大廈地下 帶來茶餐廳外面 連同其他人 謀殺27歲的男子黃志誠 七人陪審團退庭5小時後 一致裁定黃漢心謀殺罪名成立 法官澤克遜在上星期 審理謝海林綁架撕票案時 被兇手李國愛用粗口罵狗官 今日判刑那一陣 已經多了幾個懲救人員在場戒備 法官假信判刑那一陣斥責 在去年1月5號發生的命案極之可怕 黃漢心逢在途的黨語 蒙了面 用紗布纏著刀柄 用殘暴手段 對待一個手無殘血的年輕人 死者被斬之後半鐘頭不治 顯示被告一黨的懦夫行為 社會應該引以為此 被告出入59個月之後就犯案了 謀殺案依法判終身監禁 被告是應該得到這個懲罰的 黃漢心知道謀殺罪名成立 警察被判終身監禁那陣 反應激烈 突然之在衝前 想爬出犯人籃 立即被六個懲教署職員當場制服 將他按在地上 他依然是手無足度反抗的 懲教人員用手扣將雙手扣上 強行拉走 黃漢心被壓返酬西吉鎮 亭裏面十幾個他的親友 一起這樣叫冤枉 說政府在證據不足夠的情況之下 將黃漢心定罪 手法很不公平 不少親友在場哭鬧 當時場面很混亂 幾個女陪審員被嚇到花蓉失色 法庭職員見場面憑於失控 立即按法官的指示安排陪審團離開 黃漢心父母姐姐對裁決極為憤怒 黃漢心父母在法官還未退庭一陣 大罵 你們有沒有搞錯 明明不夠證據 他都不在現場 還要過去謀殺 是警察將空氣編號調轉 警察做手腳 我都未追究 黃漢心父母姐姐放聲大哭 貧夫冤枉 親友財父黃漢心父母離開庭時 他高呼 我不會自殺的 不用怕 查信在場觀察幾十秒後 見到黃漢心父親友 好久都未離庭 亦未散去 許齊職回到內庭 五分鐘後再召控雙方律師進去 律師告訴他沒有嚴重事故發生 法官罕有感將感謝陪審團 和處理政策這些程序 移私內庭處理 法官和七個陪審團道謝 感謝連日來盡心聽案 主任官魏夫達為了保安理由 召喚四個軍廠警員到場 呼送許和助手離開法院 召喚律師離開法官辦公室後 和黃漢心父母會晤 商量如何上訴 時間分開於2002年1月5日 下午5時多 黃知誠在屯門嘉喜利大廈地下 帶你茶餐廳 和朋友在茶餐廳外面一張桌 喝下午茶 坐了沒多久 一輛私家車在附近的街頭兜了一圈 停在嘉喜利大廈旁邊的 人海街市後面的清衛街 四個大黑色藍寶蒙面的人 下車衝向茶餐廳 帶頭的蒙面兇徒 罵了黃智誠一餐 挖了幾百 黃智誠翻台反抗 立刻被兇徒當頭砍了一刀 黃智誠中刀之後逃走 兇塔後追斬他 他身中多刀 逃到清衛街路邊咪飆泊車位的陣 被石駁掉了 跌倒一部輕人過車旁邊 四個兇徒再去狂斬十幾次 劈中他的額頭 胸道和心臟 他的肚子被劏開了 身體受到嚴重傷害 宋苑之池已不省人士 搶角破爐之後證實死亡 案件列為謀殺案處理 新界不重案組接手調查 探員在金庵大廈對出五十米 檢查一個頭套 青械公路近團興路一個勒索棟裡面 檢查兩個頭套 三把刀柄上面前沙布的 十八寸長牛肉刀 一件染血蜂蜂蜂 廢已驗屍一陣 發現黃智誠身中十幾刀 胸口還有三刀 前額手臂右手 左肩和左上背都是很深的刀行 前額臂劈開 胸口被刀劈開了 心肺外勞 死因是身體重要器官嚴重受損 經過探員趕快調查 知道黃智誠是運輸工人 有客社會背景是幫助的小頭目 有床有攻擊性武器案底 專門向商務和小販收保護費 和外圍波集團做艇仔 有人跟探員說 黃智誠吞了北斗波投注 外圍波集團對下毒追殺令 政府發言師檢驗佔有死亡血液的肉刀 在其中一把刀刀柄上的沙布 發現一個DNA樣本 探員根據線刀 11月14日拘捕黃漢森 他過往曾經有兩個案底 其中包括藏毒和藏有攻擊性武器 藏有攻擊性武器 著名成立之後被判監三年 案發之前剛剛出了一個星期 黃漢森的警戒之下 承認案發過一天 拿著牛肉刀在案發地點出現過 他說沒有參與斬殺死者 2002年11月16日 黃漢森被控一項謀殺罪名 介於荃灣法院提訊 黃漢森報稱毛職業 被控在2002年1月5日 在屯門家喜利大廈地下 大利茶餐廳外面 連同其他人士謀殺27歲男子 黃智成 紅方說 案中死者黃智成 被四個蒙面的男人用刀襲擊 申動多刀致死 警方附近的垃圾桶裏面 檢測風衣、頭套和牛肉刀 發現精密上面 留下死者和黃漢森的DNA 被告警戒之下承認有份參與事件 願意協助警方重組案情 法官將案件延到下月13日 在屯門法院再提訊 以待警方根據被告提供資料 緝報三名在途兇徒 被我還了監防判管 2003年10月19日 案一高院開審 黃漢森否認謀殺控罪 後方說黃漢森一班人摸著牛肉刀 襲擊坐在屯門青山道和青梅街交界 帶領茶餐廳外面的死者 死者被劏土 心肺外露 兇徒裝染了牛肉刀 扔了附近垃圾桶之後才散去 警方十個月後 拘捕被告 後方證人在庭上作公開診地說 案發那一天 他見到四個兇徒 追著死者走近他 他當時正在開車門 把前面的路堵塞了 四個人就在他面前 當場斬殺死者 死者凶暴被劈開 深到可以見到胸骨 四個兇徒將兇刀拋在垃圾桶 其後沿青山公路奔跑百多米 企圖騎劫兩部私家車 但都不成功 走到華刀花園近團離家之後 不知所蹤 黃漢森出城自變的時候說 他雖然有拿刀 但就沒有用刀斬死者 他將刀扔在垃圾桶裡面那一陣 銅擋牛肉刀上面的血 抬到他的刀上面 血跡轉移 令到他被誤會 曾經用刀斬人 控方和陪審聯說 被告沒有交代犯案動機 控方不用證明被告 殺人有什麼動機 因為只有兇徒才心知肚明 外人是永遠沒有辦法知道行兇動機 政府法任司說 在現場檢查病牛肉刀 刀上面只有死了血跡和皮肉組織 顯示這把牛肉刀曾經和死者接觸 並且造成傷害 前來這把牛肉刀的刀柄上面的沙刀 檢查DNA樣本和黃漢森是相符的 顯示他曾經和那把牛肉刀有接觸 黃漢森曾經拿過那把刀上面的血液 和死者血液的樣本完全相符 血跡分刀在刀鋒兩邊 是和用刀斬人的情況相符的 如果刀鋒上面的血跡 由另一把刀砍過來的 血跡在刀鋒兩邊對證位置的機會是很微的 在垃圾桶裡面 找到一件染有死者血液的蜂褲 左閘口內側有黃漢森的DNA 相信他曾經穿過這件蜂褲 穿著這件蜂褲褲的時候 沾上死者血液 根據蜂褲上面的血液形態 血液是展上蜂褲的 而不是砍到其他染血物品轉移過來的 2003年12月26日 陪審團最終裁定 黃漢森謀殺罪名成立 法官依例判處終身監禁 黃漢森不滿判刑提出上訴申請 上訴庭在2005年1月16日 聆訊和作出判決 上訴庭說 法官引導陪審團的時候說 陪審團要考慮以下情況 被告本人是否用刀斬死死者呢 如果有做他當時意圖是什麼呢 是否要殺死死者 或者對他造成嚴重傷害呢 如果被告沒有用刀斬死死者 但是他與襲擊者聯合行事 而他又知道他們將會斬死死者 他當時意圖又是什麼呢 是要殺死死者 還是對他造成嚴重傷害呢 如果被告沒有用刀斬死死者 如果他不是 與用刀斬死死者的人有共同意圖 這樣他就沒有犯謀殺罪了 也沒有罪 在這種情形之下 他就什麼罪都沒有犯到 如果被告斬死死者 或者協助或者鼓勵其他人這樣做 這樣死者是死亡 或受到嚴重傷害 他作為被告就犯謀殺罪了 如果被告斬死死者 或者協助或者鼓勵其他人這樣做 令到死者死了 或者當時被告不打算把死者殺死的 或者真正受到嚴重傷害 這樣他就不會犯謀殺罪了 但可能會犯上較輕的過失殺人罪 索索頓認為公安法官適當引導陪審團判案 判決沒有令人不滿的地方駁回申請 案發當時的嘉喜利大廈地下大利茶餐廳 現在已經改為PhD薄餅店了